HELLO 大家好我是CHELSEE 今天的影片要來跟你們分享 我居然30歲了 上個月剛播完30歲的生日 就是終於要結束二字頭 邁入三字頭 有一種人生下一個階段的感覺 心情也是蠻複雜的 我自己最大的感觸 除了體力越來越差之外 就是對於穿搭 還有整個人想營造的氣質感 跟以前20幾歲的時候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現在就會想要走比較精緻質感的路線 然後真的適合自己的 以及像流氓說的 怎麼成為一個氛圍感的美女 現在開始會比較重視一些 全身上下的小細節 我今天會分享三個 我覺得是可以提升 質感跟女人味的很重要的法則 第一個重點就是 簡約有質感的日常穿搭 現在更了解自己的身形 以及優勢烈飾 像我自己就是155公分 所以我會發現 我會想要選比較可以先腿長 以及比例比較好的上衣 像是短板的襯衫 真姿衫 或是高腰的牛仔直筒褲 以及喇叭褲等等的 鞋子的話就會選擇有厚底 或是粗跟大概3公分左右 整個視覺比例就會拉長很高 基本上會讓我顯得比較矮的單品 我就不會去碰 再來顏色也很重要 可以先了解自己是暖色皮膚 還是冷色皮膚 然後像我是比較黃底的皮膚的 所以在顏色上我會選擇 偏暖色調一點的顏色 現在春天我就還是想嘗試 比較繽紛的像綠色啊 粉色等等的 但是呢 綠色也有分偏暖的綠跟冷的綠 我這種就是草地的那種 偏黃色調的綠 所以在黃皮膚身上就是適合的 整體的顏色跟你整個人 給人的感覺就是會很協調很舒服 那也會襯托你的膚色 所以我覺得找到適合自己的穿搭單品 真的很重要 第二個重點就是 找到屬於自己的香氛 我覺得香氣這個東西 是非常好營造一個氛圍感 以及你想要給人什麼樣的印象 以前可能沒那麼介意 或是不太懂 就會想說 最近出的YSL香水很漂亮 包裝很美 然後帶點人很喜歡 我就買了 結果噴上去感覺就根本不適合自己 就是有一種很便扭的感覺 雖然它是香的 可是它可能是給人很艷麗很性感 跟我想要呈現的印象就有一點落差 所以我再噴上去的時候也會覺得不自在 那香氛這個東西除了香水之外 也包含可能像是身體乳 以及到你室內的環境 蠟燭、擴香這些香氛 也都算是屬於你的香氣 最簡單區分的方法 就是有分三個基調嘛 最大、中的 木質調、花香調跟果香調 那木質調給你的感覺 我覺得都是比較沉穩 比較有個性的 那我自己是喜歡帶有 木質調 然後有一間天花香調 這樣子的組合 我來分享我最近喜歡的一輪 芬蘭酒排 它包裝超美的 這個是一個淡香精 它的前調是橘子 中調是茉莉花 然後後調是香草 我本來其實對果香一直都覺得還好 但是它混合了一點花香 就覺得 其實是給人一種就是很好親近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比如說像我現在穿的比較夏天感 或是冰粉的感覺 它好像有一款玫瑰的那一款感覺也很好聞 再來是蠟燭、香氛蠟燭 也是我超愛收藏的一個東西 有時候有一種自己的心情或是夏天、冬天 最近天氣開始變暖了 我就開始想要買那種比較清爽果香類、花香類的蠟燭 最近的愛用的是它 它是紐西蘭的蠟燭 然後它很特別 它是做彎骨狀的 你看 是不是很讚 它這個 平身 蠟燭、杯身超漂亮的 這麼做一個這種凹陷的感覺 這個味道 我記得它有五個味道 然後這個是種夏蜜蜜 它是花香吊的 你聞到一點柑橘、檸檬、玫瑰、橙花 就是它有一些花跟果的搭配 我覺得很像一種夏日雞尾酒 就是在海灘 然後品嘗著一杯雞尾酒的那種放鬆的感覺 然後睡前我就會點開 或是可能出門前就點 然後整個房間就會都是這個味道 就會覺得心情很好 有時候就是會連身上都會帶有一點點它的香氣 所以我覺得蠟燭也是一個非常好 值得投資的一個單品 因為你自己在房間的時候 就會很想要放鬆 下班回家很累的時候 聞到就會很開心 然後可能 女生應該對蠟燭都沒有什麼抵抗力 當然我覺得超讚的 然後它包裝也超美的 很簡約的感覺 現在開始喜歡一些小眾品牌有沒有 反而會喜歡去看一些比較小眾設計師的這一種 第三個重點就是 細緻肌膚的養成 我發現肌膚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現在就是妝也不會到非常濃 其實都是很簡單的眼線 然後簡單的腮紅唇彩 就這樣子 底妝也越來越開始懶惰 就是有時候擦個BB霜就好了 不會想要很厚的粉 可是就是肌膚真的會覺得要顧好 因為真的會開始缺水有點細紋 然後身體可能也會開始比較乾 我以前都不會乾耶 以前根本不會想擦身體的 這個 它是直脆美乳霜 它質地很特別 是有一種很綿密的霜狀的感覺 它也都是用天然的那種精油味 所以你在擦上去的同時會覺得還蠻放鬆的 然後它是一個澳洲的牌子 它擦在手上就是會馬上的融入 可能用完我很想要買薰衣草的 臉的話我就沒有一定 因為我臉也是就是蠻敏感 所以我就用之前去日本買的一些敏感機 有專用的乳液 再來就是私密處的肌膚 我現在也開始比較重視了 因為我發現就是它也會變得比較乾燥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個牌子 Lip Intimate Care 它是一個瑞典的私密護理品牌 沒看過這麼漂亮的私密保養油 之前我就是看到茉莉也很愛用他們家 我就燃燒起我的興趣了 他們家最有名的應該是這一罐 沙棘芳苟葉私密護理油 私密的肌膚我覺得女生應該都要好好保養 比如說季節的轉換 或是免疫力比較差的時候 你會覺得一部有點乾燥 甚至有悶悶不舒服的感覺 這款護理油是推薦給較乾燥的女性 它有兩個很厲害的成分 一個就是沙棘果油 那裡面有400多種水果的營養成分 再來是芳苟葉金油 它就很像茶樹的功效 可以改善營養以及尷尬的異味 如果你的肌膚特別敏感的話呢 可以使用椰子香草的這一款 椰子香草護理油的話有兩個成分 脂脆香草它就是有很柔和的香氣 可以減少尷尬的異味 那再來就是向日葵自由 可以很好的幫助潤澤 而且是非常的溫和的 大家都知道椰子油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又溫和 你也可以拿來洗臉、卸妝 明路街的女孩就可以選擇它 那再來的話這款益生源的私密護理油 非常適合如果你有私密感染的問題 它的成分是用瑞典的燕麥油製作的 那益生源的成分可以幫助益生菌生長 可以讓私密出了好菌增多一些壞菌 就會比較容易被消滅 就比較不會這麼容易產生感染的問題 所以它作為日常保養的話是一個很好的輔助 他們家還有推出兩款新產品 是很可愛的這種管狀的包裝 然後先來介紹橘色的這一個 它是夏威夷果燕麥的私密潤唇霜 這個就是你可以隨時攜帶 旅行之後的方便 雖然是霜妝的 但是它一樣有添加夏威夷果油 燕麥油等等的滋潤唇分 最厲害的是它可以拿來當作護手霜跟護唇膏使用 畢竟這些成分本來就是都可以用在身上的所有部位 都可以用在私密處的 所以其他你想要保濕隨時隨地都可以拿它來擦 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那私密處怎麼使用呢 平常在沐浴之後就可以直接的塗抹在私密處 或者是搭配護理油 先擦上護理油 再把它疊擦上去做一個加強保濕 那它有兩個用法 第一個用法就是防護的功效 它裡面有添加一個叫風蠟的成分 可以形成天然的防護衣 減少肌膚摩擦的傷害 比如說你運動啊 內衣太緊摩擦到肌膚 或者是游泳的時候泳衣太緊 都可以在外衣的部位擦上 或者液成當作保護膜 就不會有像有時候破皮啊 或是敏感的現象發生 第二個用法就是 它有夏威夷果油的成分就是可以 撫平細紋燕緩老化 再來就是獨家的瑞典燕麥油 燕麥油就是敏感肌最愛用的 我自己很愛燕麥油 然後它就是可以有效的滋潤肌膚 達到深層的補水 然後不會讓你的肌膚很乾燥 那在使用你可以選擇 單擦或是疊擦的方式 單擦的話可能就是沐浴之後 或是擦上一層在私密處的部位 那疊擦的話就是可以搭配私密護理油 先擦上護理油 然後再用這個 就是幫助它加強雙重保濕這樣 再來是要推薦私密處除毛的這個 純淨除毛柔嫩組 他們家新出了這個 椰子牛奶的磨砂凝露 然後搭配綠布和伊蘭的除毛護理油 因為除毛保養沒有做好的話 可能會有毛髮倒深或是暗沉乾癢的問題 所以醫生就叫你要去角質 可是同時又要做好保濕 你就可以搭配像這樣子一起 同時去角質然後又有滋潤到 它的使用方法是要在除毛前使用 先進行溫和的去角質 平時的話你也可以當作一般身體的去角質 因為它很溫和 所以私密處可以用的話其實全身都可以使用 那這一罐一樣有三個厲害的成分 綠布的精油 伊蘭伊蘭以及碧麻油 那因為它有增進效果 所以夏天如果去曬太陽啊肌膚 塞到紅很燙很敏感的話 也可以用它來增進 好了以上是我推薦的愛用品們 掌握好這三大原則 我覺得就是非常的可以 讓你的整個氣質質感都提升非常多 那我也會把介紹到的所有愛用品的產品連結 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直接點進去逛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èces在右邊 我們去這也是